刚才我们的金牌律师讲到了 看似健身是一个人的个人行为 或者是个人的喜好 但实际上放在家庭这样一个大的角度来讲 它是一个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置 但是在本案当中 孙先生到底有没有权利主张返还这80万呢 X律师你有什么样的质疑 我觉得呢 我们刚才在分析这个案情的时候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被我们给遗漏了 就是我们这个孙先生的妻子 这个圆圆呢 她才是真正的与我们健身房签约的主体 那么如果要是与健身房解约 无论是什么原因来解约 无论是支持还是不支持 那这个主张都应该由这个妻子圆圆来主张 而不是由她的爱人孙先生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都能看得到 圆圆她是一个成年人 她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那么她对于她自己的行为 她应该承担拥有的责任 而不是由她的爱人 由她的丈夫孙先生来替她主张 无论她是接受了健身房的服务 无论她是真正健身了 还是她刷卡了 但是她并没有进行健身 那也是她一个个人的权利 我觉得我很替孙先生委屈 因为孙先生家里也不是大富大贵的家庭 孙先生家里还有孩子要养 她虽然答应了妻子去健身 但是并没有答应妻子去拿出这么大数额的金额 过去健身 这笔财产竟然是夫妻共有的财产 为什么孙先生没有权利去讨要回来呢 还是那句话我个人认为吧 你这个重大财产处置这一块 还是你夫妻共同的 你们她有关系的 那她有没有权利主张 我这个80万至少40万是我的 我就来主张这40万 虽然合同主体不是我 合同主体是我的妻子去签的 但我妻子签的这80万当中的40万 她就是夫妻共有财产我的那部分 她代替我去签的时候 本身就不合法 我有没有权利主张我那40万先回来 一般的我们主张是整体的 就是你这个行为 已经牵犯了家庭的共同利益了 那所以这个行为 我就要求给她记住撤销 我是有这个权利的 我们普通人而言 谁卡里能有80万的存款 妻子说刷就刷 如果妻子能说刷就刷 说明可能两人的存款 也不止80万 那其实如果说两人的财富 相对而言比较大 那么可能80万也是 他们日常的花销组成部分 那当然任何一个人都有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 另一种情况 如果说是举债 然后呢去花了这样一个80万 这种债务的负担而言 并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是因为一方个人所支付的高管的费用 超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花销 而不属于应当是夫妻共同承担 当然可能就涉到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说这个时候来讲 可能就不是跟健身房之间的问题 而是他俩夫妻之间的问题 一个想告 另一个真正的跟健身房签合同的人不想告 怎么办呢 对于那一方 如果是恶意处分财务的时候 那么根据婚姻法的规定 是在离婚的时候应当少分 或者是减少分配财产的比例 就是这个丈夫不是提起诉讼的 适合当事人 如果要提起诉讼 可能还是得他的妻子 本人来提才能更为容易一点 是这个意思吧 对 但是